望线之位因我在 蓝氏弟子说着什么事 隐隐听见水碎二字 魏无羡眉眉心一挑 魏无羡江城 灭凶想不想下山去除水碎 江城心中的锦铃大作 看着魏无羡一脸严肃的说 魏无羡你别惹事啊 这是姑苏蓝氏的事 我们就是来听邪的 魏无羡看着明明也心动的江城 再度问道 你就说你去不去吧 你要不去 我就自己去了 江城一脸别扭的急道 去谁说我不去 我还要看着你呢 魏无羡自然知道他的心思 也不拆穿 一笑而过 聂怀桑 魏兄 你们去吧 我的修为一般 还是不去添乱了吧 魏无羡 念兄 不要妄自菲薄 修为这个着急不来 实战也是很有必要的 现在修木 下山去玩玩也是好的 聂怀桑一动 思索片刻说 那好 到时还要劳烦魏兄和江兄多多担待 魏无羡白白手 无妨 江城 魏无羡 我们什么时候去 怎么去 魏无羡 急什么 既然来报了 蓝氏肯定会去人的 我们去问问是谁去 我们跟着就好了 江城 蓝氏的人会带着我们吗 魏无羡 会的 走 我们去问问 三人向里面走去 没走多远 就看到刚刚的那名蓝氏弟子 正在和蓝西尘 蓝旺基汇报刚刚之事 蓝旺基早已看到他 等弟子禀报完离开 清冷的声音传入众人的耳中 蓝旺基 魏英 过来 魏无羡 江城 聂怀桑走过来 对着蓝西尘行礼 蓝宗主 蓝二公子 蓝西尘和蓝旺基 微微点头还礼 蓝旺基自然知道 魏无羡过来的意思 前世他就对这事很感兴趣 眼睛盯着他 问 想去 魏无羡快速点头 那模样很是可爱 蓝旺基也不逗他 温柔道 明日早点起 魏无羡顿时笑颜如花 知道了 我不会赖床的 话落 拉着江城和聂怀桑 欢欢喜喜地跑了 蓝西尘早已知晓他的心思 只是仍然震惊他的温柔和宠溺 另一边 江城和聂怀桑也打量着魏无羡 江城是一个火爆脾气 早就憋不住了 魏无羡 你和蓝旺基到底怎么回事 魏无羡 什么什么情况 就你们看到的这样 我这么优秀 十家子弟人人都喜欢我 蓝湛自然也不能例外不是 聂兄 你说对不对 聂怀桑点头 别有深意地说 魏兄确实很特别 第二日还不等江城叫他 魏无羡就醒了 他们和蓝西尘 蓝旺基在山门口会合 一行人遇见去了彩衣镇的碧林湖 蓝旺基自然知道 这里作祟的不是什么水祟 而是水行渊 但他并不提醒 依旧让事情按照前世发展 除随并非一朝一夕的事 众人观察了一番 在彩衣镇找了一个客栈住下 前世 两人就是被蓝西尘 刻意安排在了一个房间 这次 蓝西尘依旧把两人安排在一起 这让蓝旺基很是开心 刚打开门 扑壁而来的灰尘就呛得的魏无羡 连连咳嗽 望向客栈小二 魏无羡问 小二 你们这客栈怎么也不打扫干净呀 这怎么住人 客栈小二无奈道 客官 自这湖水开始吃人 就在没人住店了 自然也就没有打扫 还请多多担待 自己打扫一下吧 湖水吃人 不是说是水碎吗 魏无羡惊讶地问道 小二 一开始就是捉弄捣乱 我们也没当回事 不知什么原因 最近开始吃人了 说完 小二离开了 看着满是灰尘 魏无羡很是无奈 就见蓝旺基已经开始动手打扫起来 魏无羡笑着调侃 蓝战 你还真是贤惠呀 见蓝旺基不回他的话 魏无羡再度开口 蓝战 你说那做怪的是什么东西啊 蓝旺基手上的动作不停 语气淡淡地说 水行渊 魏无羡大惊 蓝战 真的假的 怎么会是这个东西 难道采一阵发生过什么大事 蓝旺基 没有 有人故意赶到这里来的 不必担心 明日兄长滋汇出了他 吃到了山下的美味佳肴 魏无羡很是开心 一夜好眠 和他同住的蓝旺基 看到这么容易就满足的魏无羡觉得很是可爱 前世 他们虽然一起经历过一些事情 但从没这么相处过 这种平淡的感觉让他觉得很幸福 请不吝点赞 开心